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迪豪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拼经济,反网步 今次就是世界时事多客户的时候第一节新闻 就来自德国副总理 德国副总理两天前才顺势淡淡地说 基本上我们是准备今年年底要摆脱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怎料刚刚说了两天前说 结果昨天他反口 应该又不是叫反口,应该说是有点弱底 什么事呢?原来德国副总理是兼经济部长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哈贝克他就说 如果德国宣布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 这些能源产品的话 就会为德国带来大规模的贫困和失业 你要知道他本来说到 可以的,我们可以的 后来访问他时又好像很害怕 事实上德国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真的挺高的 所以这位哈贝克好像 这次抵气就不如几天之前强 他就说 如果我们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实施制裁 这样会引起德国供应的断缺 短缺之下肯定是经济衰退 这是现实 没错,这是很现实的 短缺的话高通上肯定,你不够货 另外,这位德国副总理也预测 德国如果停止使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 将会出现大面积的贫困 还有就是失业,交通,供暖 还有电力成本都会飙升 所以他也是担心的 他也说德国政府曾经计划在今年秋天之前 你记住是之前 就摆脱俄罗斯煤炭的依赖 今年年底前 就逐步减少俄罗斯石油的进口 但是短期内 你说完全禁止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 不可能 他就说会面临危机 所以都呆呆地底 不是呆呆地,真的是呆地 他也说虽然德国希望 逐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但是这不是我们短期目标 哈贝克也曾经表示 如果停止进口俄罗斯煤炭或天然气 德国的下一个冬天将会非常艰难 报道也说 现在德国目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有60% 真是大话 六成都是俄罗斯天然气 煤炭就52% 所以你说是否真的可以年底搞定了呢 可能他觉得自己说大了大马虎 可能自己说大了大马虎 他自己心思透明 那德国总理萧尔茨也说 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不能否认一个事实 就是俄罗斯的能源对于欧盟来说相当重要 这是现实 没错 目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保欧盟的工联交通 还有电力供应 还有工业能源的供应是充足的 对于欧盟的公民来说 俄罗斯的能源至关重要 挺老实的 总理先生 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 他也说德国可以用禁止 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方式 对他们实施制裁 不过他也说最好不要这样 从目前来看 他就说最好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另外 从2021年秋天起 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 当然不是向下 是向上 没有向下 欧洲能源转型的前景也是暗淡 为什么呢? 之前打算转型 但不够风 风能发不到电 但是现在很多投资者 都打算投资欧洲的绿能 希望在资金的刺激之下 可以有些新技术出来 不过不是那么快 技术的东西不是一招一招 对 没错 所以欧洲的能源价格 是疯狂地飙升 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 在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 开展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俄乌冲突 是加剧了欧洲 对于俄罗斯 中断天然气的担忧 你记住 你说制裁他 他删你的气候 你都会一辅都是 这个就是现实 现在连德国顾总理都说 哎呀 杯葛俄罗斯能源 等于搞到我们自己很拿穷 还有失业 这样退一退都好 其实他这样思考一下 反而是一件好事 亦都是可以停一停想一想 究竟用什么方法才是最好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 会不会像扎连斯基那样说 两三个星期就可以达成协议 我也想现在的油真的贵到你害怕 不要再有战事 否则我们老百姓真的受苦 这个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就是来自中美 当然中美的会谈和俄罗斯都有关 虽然美国就说 你这个中国否认莫斯科 是得到你们大量的支持 但是美国就说 我们情报说你们 否认的东西是不对的 你们有 当然了 什么都美国说 就是他说有就有 这个真是 哎呀 总之他说有就有 很横文无理的 美国国家安全顧问沙利文 就和中国外交官杨洁篪先生 有七小时的会晤 那提出什么呢 沙利文就说很担心 中国和俄国是会结成联盟 华盛顿也警告 如果北京帮助莫斯科 是出兵乌克兰 那将会面临孤立和懲罰 根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霍欣的说法就是 这两位官员 以及他们的团队 讨论的是如何管理两个国家的竞争 其实这也是说了一两年 如何管理两个国家的竞争 以及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战事 对区域 还有全球安全的影响 之前 法工的官员也告诉媒体 华盛顿已经告诉北约 还有其他盟友 包括亚洲的几个盟友 中国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一些军备和经济援助 支持他们出兵 这是白宫的官员和媒体说的 但中国从来都没有承认过 是否认的 不是没有承认是否认的 最搞笑的是 根据CNN说 一位不肯开名的白宫官员 究竟是什么人 经常都不肯开名 美国在一份外交电报当中 就说 预计中国肯定会否认我们的指控 如果真的没有做的话 他肯定会否认我 哈哈 另外一位官员 亦同VOA 即是美国之音说 是真的 是真的 是有影响力的 而且令我们相当震惊 现在西方打算把中国绑到俄罗斯之后 一起打算压制中国 不过 当媒体问 你们可不可以提供公开证据 他们就没有办法提供公开证据 哈哈哈哈 浪费啦你 这个也挺好笑的 另外一位高级官员 都是匿名的 美国白宫的 就告诉老头社 我们对中国在这个时候 和俄罗斯结盟表示深切的关注 国家安全顾问 直接谈到了这些关注 以及某些行为潜在的影响及后果 沙利文向杨洁茨描述 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还有伙伴是团结的 哎呀这句 大家有没有觉得此地无人三百两 我们很团结的 好像不是 只有你和英国禁运俄罗斯的石油 是你们宣布了 即是这些不团结 他肯定说很团结 哈哈哈哈 我们很团结的 我们要一起令俄罗斯付出代价 究竟代价有多少呢 貌似就达不成你们的目标 当然 好像那些黄梅 陆梅鸡说到 哎呀普京很快贵了 很不耐熬的普京 哎呀紫豆腐来的 没用的他 你就试一下吧 我就问一下你 蔡政府你敢敢派你的台军 去增援乌克兰 敢不敢 问过美国没有 还有 派兵啊 可能就派书经兵去 拿着把扫帕 就是做那些火头的工作 煮食兵 行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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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这位官员也跟路透社说 这次会午是很紧张的 七个多钟头是七个多钟头的 反映了此时此刻 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很严重 当然是严重了 这么大件事全世界都受影响啊老闆 不过他又说 杨洁篪和沙利文的交流是坦诚的 不过没有具体的成果 那么正常啊 一会儿 你说七个钟头就什么都解决了 有那么容易吗 在会谈之前 亦有美国官员说 沙利文计划警告中国 如果支持俄罗斯 可能会在全球受到孤立 最搞笑的是 其实习近平现在很害怕 习近平很害怕 你看到普京大帝多下坡 好下坡吗 最搞笑的是 那些台湾媒体说 普京都下坡了 臉都青了 普京不是一向都是白人吗 你看一下 扎连斯基的青不青 他就下坡了 胡桑像扎连斯基多很多 好笑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官员 最近几个星期 都尝试强调一样 就是 中国不要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否则 在贸易还有新技术方面 是会对中国进行制裁的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上周也说 如果不顾美国对俄罗斯出口的限制 这些中国公司 可能会被撤断他们 制造产品所需的美国 设备 还有软件的供应 另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浩莱斯 在华盛顿也说了个简报 他也说 美国已经非常清晰地告诉北京 我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而且我们是不会找到任何国家 帮助俄罗斯 去抚平他们的损失 因为他们想着用制裁方法 令俄罗斯损失 这个也正常的 他们这样想 我正常的意思是 觉得这样可以做到事 但是不是真的这么大的实力 或者这么大的伤害 好像不是 中国就是这样说 杨洁篪先生就是这样说 北京是致力于促进谈判以解决 乌克兰冲突 杨洁篪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 散布不实消息 歪曲抹黑中方立场的言行 这番话很明显就是 针对刚才那两位所谓匿名的百公官员 和这个老头社说 中国在帮俄罗斯的结果 叫他们拿证据 没有 没有证据 国内有很多工资乱差的说 对 看着工资没有乱差的说 没错 没说中国支持谁 支持谁 真的 现在是 总之看官方才是对的 美联社报道 自从俄乌冲突开始以来 俄罗斯人的坦克直升机 还有其他物资损失很巨大 乌克兰虽然是不敌俄军 他也说得对的 乌克兰真是不敌俄军 也算是很公平的说 不像老三 文什么事 说得快赢 对 很快赢 而且俄罗斯的一些装备都是受损 他们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军备系统 是互相操作性有限的 所以不清楚中国有什么军备可以给俄罗斯 所以这也算是说回人物 因为俄罗斯是用自己的东西 他那些东西还卖出去 对吗? 印度啊 印度买不少 没错 印度就是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哈斯 说给鲁蒂写 中国任何对俄罗斯的支持 将大大缩小 从西方还有美国保持的非敌对关系的通道 并且不可能改变冲突的轨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欧盟最大的伙伴 亦是美国最大的外国商品供应国 对中国的贸易任何压力 都可能对美国还有欧盟的经济产生影响 这位学者说得挺对的 即是你经常说 不让中国做车厂 或者要加关税 最后就自己一付也是 全部自己吃饭的 贵货 没错 不过今次会晤也是计划好的 不是因为乌鵝冲突而特别举行 并且涉及很多其他问题 除了乌鵝冲突之外 朝鲜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都是会谈的一个主题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杨洁篪先生说 在当前形势之下 中美应该加强对话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避免冲突对抗 这才符合中美 两国和世界人民利益 事实上真的是这些 你听上去好像说来说去 但是往往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有些人总是 瓦起架 就好像我们直播说 世界和平 你以为这个好像很烦 很烦 现在你看看世界和平是否很容易 多重要 还有身体健康 你以为这么容易 这么容易 杨洁篪也提到 虽然美国有一系列 针对台湾地区的承诺 但是行动和表态明显不符 也就涉疆涉壮涉港问题 鲜明了中方的立场 重新不容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双方亦对于朝核、伊朗、伊朗和阿富汗等等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美联社也说 有三名又是匿名的美国官员 跟他们说 这么多 你这么差的 为什么不敢明人不说暗话 这三名官员就跟美联社说 白宫官员现在讨论 拜登前往欧盟想和各位盟友会面 当然是关于乌克兰的危机 这次旅行的时间未确定 其中一位官员就说 一种可能性是3月24日 访问布鲁塞尔北若的总部 并且可能在欧洲其他国家有短暂的逗留 这个真的不知道了 这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就来自于 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是什么呢? 南韩总统 南韩总统当然很早 6日之前 南韩第20届总统选举出了结果 3,400万选民选出了下一任南韩的掌舵手 就是做了26年检察官的政治素人 我们在咪口也说过 可以吗? 没有什么行政经验 可以吗? 会不会让他嫁空 对 就是韻石月先生 他的对手 即是宴任总统文在寅的党友 亦被誉为文在寅接班人的李在铭 很不幸地以1%的赛微差距败选 所以 现在很有趣 就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南韩总统这个大位居然交给一个 毫无国会从政经验的候选人 第二个问题就是 大选前两名的人士 票数差这么少 是的 第三个问题 就是政坛可能出现 潮小野大的局面 即是在位的人士 因为他是个素人 始终你是素人 很多联系都是不够的 嗯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会不会打破总统直选以来 保守和进步阵营 每十年轮换的惯例呢 更加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民在寅会不会全身而退 可不可以打破这个叫做清雅台魔咒呢 清雅台魔咒很简单 就是新总统查前总统 哈哈哈哈 前总统当然很多就是要狼当入狱了 嗯 作为南韩最大的在野党 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 其实呢 这位尹先生 从涉足政坛到入主清雅台 不够一年啊 大哥 是的 会不会 讲的时候讲得太大 到时令到南韩人民失望啊 他做了二十多年的检察官 亦都赢得叫做铁面御史的美青 他和纪任总统也是有恩怨的 哦 是的 哇 文仔很害怕 但是文仔如果真的有什么事 下届他更惨 我觉得这个阿尹先生 纪任总统也有牙齿印 亦都折射出南韩政治史的复杂性 2007年底身为总统候选人 那个也是 都已经是 又是进入了 李明博 就参与 BBK证券公司股价操作案 阿尹先生 即是现在的南韩总统 就参与查办此案 李明博当时 是过赌关 成功担任总统 嗯 2013年 在社任 他的计任人 就是刚刚放了出来的 博锦维 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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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石月在电视上自爆 遭到上层的压力 之后就被港籍变成地方检察官 另外尹石月得到一个人的赏识 就是 时任 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头 就是刚刚设饮的文在寅 嗯 不过 文在寅那届大选 是以 射微的差距 败给朴锦维 当然 2016年 朴锦维的 闺密门 或者亲信干政门 被人揭露 哎呀 尹石月 又是特别检查组的组长 嗯 第二年 在文在寅 赢得大选 那就提拔这位尹石月 在朴锦维的弹劾案 还有朴锦维这个墨有 崔信实 还有 韓企 巨头 三星 骇子 当然他也是特赦出来 嗯 李在庸 其实尹石月 都是在查他们 李先生不知怎样 李先生说 哎呀真是大话 可能李先生说 哎呀当时被你搞到 现在你做头子 我做总统 你要记得 南韩的财阀是相当有实力的 相当有实力的 那究竟 文在寅 会不会很糟糕呢 我觉得 也会 真心地说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 现在就看到一件事 南韩又有报纸在吹风 喂 这么快 在寅之前 做了他的儿子的亲属 可能有些贪腐 文在寅 会变成街下囚 成为青雅台魔咒的 又一个 涂不利 这个魔咒的人士 我觉得是会的 对不起 我觉得是会的 希望文在寅 小心一点 要出阿近新年何词其中的经典一句 就是 祝文仔吉人天上 看看如何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